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330集 备战中的罗天 只是他们四人还没等到鲁夫子的话语 便立刻就感受到了一股让他们心神颤抖的威压 轰然间就从遥远的星空横扫而来 这威压之墙落在四人身上就如同被一股大力直接撞来 瞬息间四人面色大变 心神震动之下 在这威压中竟有一种要崩溃的错觉 好在这威压一闪即逝 但就是这一刹那的降临 却是让四人面色苍白 骇然中奇奇色变 隐隐地他们猜到了这传说中的存在 鲁夫子失态的原因 鲁夫子神色阴沉 目光一闪 他一生性格谨慎 很少冒险 唯独有那么一次 结果还在拓森面前吃了大亏 险些丧命不说 更是在事后 不得不如丧家之犬一般躲避拓森 故而此后行事更是谨慎 尤其是方才那威压之强 让他心惊肉跳 此刻不愿在不明所以前呢 亲自查探 故而沉吟之后 鲁夫子沉声道 你四人不罗天幻境 老夫倒要看看 四人是谁 来我罗天行御所为何事 严雷子四人恭敬称事 心神震动下 不假思索 迅速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叛息而坐 四人双手掐绝 施展了一模一样的神通 这神通啊 是鲁夫子所受 让四人不断的修行 眼下已然圆满 在他们的掐绝之下 顿时便有一片白光 急速闪烁而出 这白光在四人中间呢 越来越明亮 仅仅是片刻之后 就化作了一幕 如水面的白色镜子 这白色镜子虚幻而出 膝上充满了扭曲波纹 略有模糊 鲁夫子目光一闪 右手掐绝 尸指如剑 直接就隔空点在了 那幻化的水面之境内 这镜面波纹骤然而顿 不再扭曲 而是慢慢平息下来 很快 旗内就浮现出了一片星空 那星空中 有一个白衣白发之人 正缓步而走 王林载着罗天星宇 慢慢地向前走去 四周的一切 让他感觉熟悉 这罗天尽管不是联盟 但王林当年在这里 却是留下了太多的足迹 不知当年之人 尽是是否还在 王林轻叹 脉步中突然眉头一皱 抬头看了一眼上空 璀璨的星辰 右目瞳孔内雷图一闪 滚开 死言一出 王林右目内的雷图 直接呼啸间 便从王林瞳孔 直接换话 星空轰鸣 雷图降临的刹那 破开虚无 在那轰隆隆的巨响中 不知去想 鲁夫子这里就在那 炎雷子四人组成的 这虚幻镜面出现的瞬间 再看清了那白衣白发之人的刹那 清晰的听到了 从王林口中说出的话语 轰鸣之下 这虚幻的镜面 直接就抱起惊天雷霆 一道道万丈闪遍 直接从这虚幻镜面内冲出 横扫天地 轰的一声巨响 这虚幻镜面直接崩溃 四分五裂之下 更有磅礴的冲击扩散 鲁夫子面色再美 大袖向前一转 把这崩溃的冲击卷重 推向天空 单见无尽雷霆 在这一卷之下 奇奇升空 化作持续不断的轰鸣巨响 震动了八方所有修饰 在他们抬头看去时 整个星空似乎都被雷霆取代 如同雷劫降临 眼泪子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积极后退 眼中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他的心中啊 此刻有一个声音在呐喊 在疯狂的咆哮 王林 他是王林 他看清了那白发白衣之人的样子 他永远也无法忘记对方的身影 猎云子同样喷出鲜血 身子后腿中神色透出骇然与滔天震惊 他与王林接触次数最多 尤其是最后一次在朱雀圣宗 更是被王林逼押 记忆太深 此刻一眼就看到那白衣人 赫然与王林一模一样 一时之间竟呆在了那里 说不出半句话 王林 竟然是他 血身子面色刹那苍白 后退中心神狂跳 他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幕 他怎么也无法想象 当年那如蝼蚁一般被自己追杀 若非清水阻止 就会死在自己手中的小人物 竟然能够拥有如今 这让他心神颤抖的威压 还有那乡家香云东 他更是面色惨白一片 他虚为最弱 此刻后退中 元神内弥漫了来自王林 冥冥之中的雷霆之威 竟让其道心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缝 王林 香云东眼中露出惊恐 他第一个想到的 便是当年自家老祖 强行取走了对方 全部生机 且此事是借着为对方治疗妻子的名义 如此一来 却是结下了大仇 原本此事他们乡家 根本就没有在意 王林就算是修为再高 面对整个乡家 那也是以卵击石一般 更不用说 向向家老祖 闭关数万年 有此人存在 罕有人敢招惹 前辈 此人的修为 那向云东压下心神的恐惧 看向鲁夫子 鲁夫子神色更为阴沉 抬头望着星空 那向着远处扩散的磅礴 如池水般的雷霆 许久之后 缓缓开口 王林 老夫想起来了 当年在那联盟内 古神之地 此人老夫见过 面色闪过一抹复杂 鲁夫子收回目光 走向漩涡深处 此人修为 没到第三步 但老夫没有把握可以战胜 你们与他之间的事情 老夫不会理会 留在这里 刻报平安 这句话传入四人心中 立刻让他们沉默下来 严雷子目光闪烁 神色慢慢平静下来 他自问 对那王林没有出格之处 且还有一些小恩存在 故而渐渐堵定 但心神中 却还是有一丝震惊 永久不散 那战家老祖列云子 面色阴晴变化 许久之后 暗叹一声 最紧张的 就属血神子和那向云东二人 片刻后 向云东冲着鲁夫子离去之处 恭敬抱拳 复杂地看了身前三人一眼 转身急急而走 他要把这个消息 尽快地传回向家 以做万全准备 一个连罗天老祖鲁夫子 都没有把握战胜的敌人 他们向家拿什么来战 想到这里 这向云东就心神恐慌 至于那血神子 沉吟之后 默默地盘膝坐下 他不敢出去 光临神色平静 目光在上方那璀璨的星空收回 以他的修为 清晰地感受到 之前星空无形的波动下 有人施展倒数 与锁定自己 看来我的回归 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这样也好 王林嘴角露出微笑 现在的他 有这个资格 有这个修为 去面对一切事情 就算是被人知晓 自己归来 对他来说 也无所谓 信不向前 在这茫茫星空中 王林步伐不快 但每一次迈步 都是跨越无数 他望着四周熟悉的星空 默默地走去 在王林的前方 远处星空中 此刻 有一群近百修士 化作长虹呼啸 环绕在一颗 灵气浓郁的修真心外 一道道如丝线一般之物 从这些修士手中甩出 转眼就成网一般 将这庞大的修真心 给掏出 在这群修士之中 有一个中年男子 此人目光如电 一身修为 已然到了静涅圆满 相貌威严 尤其是双眼内 更是金光闪闪 身体外有一道道 弧形的闪电游走 使得此人威严更胜 都留意些 一同发力 莫要把这修真心损坏 否则的话 雷仙殿怪罪倒还是小事 影响了罗天备战 我们就得各自回家闭关去了 在中年修士啊 声音如雷 浩浩荡荡荡的传遍开来 落在四周 那近百修士耳中 众人脸上纷纷露出笑意 战空脸 我们闭关无碍 你可是战家这一代的佼佼者 你家老祖岂能让你去闭关 平时被教训闭关倒也没什么 可眼下备战之时 一旦开战之后 若是被罚闭关 可不甘心呢 战兄 听说此番四大行语全部备战 但却以云海为首 此事我等诸多不解 凭什么要听云海号令 你可有消息啊 笑声回道 众人在齐齐运转原力之下 这修真心啊 顿起轰鸣 缓缓地被众人 拉出了原本的轨迹 在众人的拽扯下 慢慢地向前飘去 那中年男子 正是战空脸 他右手同样有一根细线 与身后修真心连接 随着众人向前飞去时 笑道 此事是我罗天老祖鲁夫子千辈 与其他三个行语之人定下 战某知晓也不多 若真有了消息 少不得要告诉你们 急什么 提起鲁夫子 这近百修士 一个个眼中露出狂热 有关鲁夫子的事情 包括战空列在内 也是近些年才知晓 在他们眼中啊 鲁夫子就是罗天的最强者 罗天星域的守护之人 有鲁夫子存在 自罗天不灭 看着身边诸人 战空列内心一叹 与这些人不同 战空列的双目内 只有尊敬 而没有半点狂热 似乎他的狂热啊 早在很多年前 就已经被一个人 全部取走 来自四周这些人 那狂热的目光 在很久很久之前 他战空列也曾有过 也曾经为之热血 只需那个人一句话 他就可以为其 去做一切事情 对于那个人的狂热 并没有因为 岁月的流逝而消散 反而因为岳家的了解 对那个人身份的明晰 而更浓起来 只是 如今的他 在什么地方 战空列眼中 闪过一丝隐藏很深的追忆 他时常会想起往事 想起当年的一幕幕 那个人从罗天走过 影响的除了自己外 还有深宫虎 想起深宫虎 战空列轻哼一声 这些年来 那深宫虎处处与他作对 二人对抗 越加激烈 这近百宫虎化作长虹 向着前方慢慢的飞起 速度越来越快 拉着那修真心 在这星空内直奔前方 片刻之后 突然在这近百宫虎的正前方 一个白衣身影 缓缓从远处走来 再看到了这近百宫虎后 这白衣人身子一顿 停在了半空 默默的望去 白衣人的出现 顿时就引起了这些修士的注意 尤其是战空列 更是神色一宁 目光扫去 只不过以他的修为 看不清对方的样子 有些古怪 大家谨慎一些 战空列一步迈出 来到了最前方 传出神识 双方越来越近 但那白衣人始终 没有任何举动 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 注视着这群修士 从身边一闪而过 没有人可以看清 这白衣人的样子 在他的身上 似乎一切目光扫过 都会自行扭曲 仿若对方所在的位置 是一处漩涡黑洞 可以吞噬一切 直至这近百修士 拉扯着那修真心 从白衣人身边 彻底的过去后 众人呢 才略松口气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